出席社会住宅 动土典礼 柯文哲要用行动证明 自己拼市政 落实证件有多积极 然而学生时期 一向名列前茅的他 近来市政满意度 却持续掉车轨 落在倒数一二名 没有韩国瑜的高雄市 台北市政府会变成最后一名 主观的满意度不好 这也是个问题 也是个缺点 我也承认 就改建就好 人在湖中 没办法 市民对市政表现不满意 柯市长却不服气 一句人在福中不知福 哀鸿市长怎么会反过来 检讨台北市民 满意度低迷 再爆失言争议 柯P依然因为党务分心 身兼民众党主席的他 布局高雄市长 党补选抛出蓝白合作 测风向 徐觅五党籍人选一战 到雄市的补选 后来我就指定五个人 去负责去不管是跟 跟谁谈判 国民党主席 将启程态度开放 蓝营却意见分歧 虽然有罗志强等人响应 却也有不少人 对蓝白合作 不自推人选 很有意见 党秘书长李乾隆 更痛批蓝白合作 是自我矮化 支持的人是党的罪人 民众党好像 对啦 有一点吃我们豆腐 他们现在自己自身难保了 全谋的合作 那个通常很难 达得到目的 做生意本来就不一定会成 所以我们提案这样 大家出牌 出到最后 最差最差就是 找自己的人选 不然怎么办 柯市长才说低调低调 避免沦为被罢免的下个目标 柯主席却高调布局 要在南部插旗 然而毕竟柯文哲 自身人气不弱以往 蓝白合作这提议 似乎有点出师不力 传统新闻 方文文章新 特别走